一花以世界,一夜以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看清真朋友 你想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看看他身边的朋友就能知道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邪交了什么样的朋友 你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 甚至夸张一点地说 你的朋友决定了你的未来 既然朋友如此重要 那么我们要如何辨别真假朋友 又该怎样与朋友相处呢 这些在曾广闲闲文早已给出了答案 1.佛人写说三分话未可圈抛一片心 也许你也曾遇到过这样的窘境 当你满怀着信任向周围的朋友倾诉心事的时候 朋友拍着胸脯向你保证绝对不会外传 可是第二天你突然发现自己 所告诉他的每一句话已经传遍了朋友圈 人生有很多无奈 看错了朋友算是其中负面影响特别大的一种 你把自己的秘密说给信任的人听 可是有些人却把你的心事当成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 到处给别人讲 说到底这是一个关系错位的问题 你把他当好朋友 他却把你当成看笑话的傻子 正所谓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相处时间久了才能识别人心的善恶 苏氏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有这么一句话 交险延伸君子所界 和一个人交往不深不了解的人 切不可以畅所欲言直输兄弟 有人可能觉得泛泛之交何须延伸 只有至交的朋友才会屏住夜谈 每个人都渴望真心换真心 很容易相信神面人 往往一不小心就忘记了谨言慎行 栽了跟头才明了 逢人且说三分话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中国还有句古话 欲臣臣不语之事 且莫书心 见性性自豪之人 应虚仿口 人心隔肚皮 知人知面不知心 也许你今天对别人说出口的心事 过不了多久 就会变成尖利且有毒的武器 无情地指向你 当我们不知道别人是否善意的时候 就不能暴露自己的弱点 否则容易被人加以利用 不要以为酒桌上 三两句话挺投缘就是朋友 不均时间的磨练 你永远不知道谁才值得交心 佛人且说三分话 是为人处事的人生智慧 更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社交保护 为可全泡一片心 是因为你的心事十分的珍贵 请不要随便告诉那些 不值得信任的人 这句话虽然浅显 但实则 能真正做到的并无己人 它的本意是说 人与人之间的相逢 就应该如同初思认识似的 这样即使相处到老 也不会产生怨恨之心 这句话主要知道 我们如何处理朋友之间的关系 知相识不易 便能将心比心 不生嫌隙 朋友刚开始相识的时候 往往互相欣赏 将心比心 看到的都是对方的好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交往深了 摩擦多了 猜忌也多了 一些朋友也就渐行渐远 君子之交淡如水 交朋友贵在知心 无利害 无贪求 知乎上曾有人问 什么是好朋友 获得点赞最多的回答是 虽然很久才能见一次 但每次见面 既不会感到时光 让我们缺失了共同语言 也不需耗费时间 去解释彼此不在时 发生那些事的前因后果 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 喝茶聊天过 或许这就是 若只如初见的美好吧 这句是告诫我们 结交朋友所应该注意的原则 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结交朋友必须胜过自己 否则不如不结交朋友 这样的择有标准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刻意 甚至有几分实态炎凉 其实人半嫌良品质高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 交朋友要结交那些 品德好才花高的人 或者和自己互补的人 有一次 一个号称很优秀的学生 要转学到学校的特长班 老校长并没有问这一个 学生以往的成绩以及表现 而是要他写下 他在原来学校 所结交的朋友的名字 便让这个学生 注明他的这些朋友 在班里的学习名字和表现 后来老校长并没有同意 这个学生的转学请求 因为他所结交的朋友 没有一个是优秀的 记得一位教育专家 对家长说过 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后 你没必要去问 他们的学习成绩 你问他们结交了谁为朋友 你就知道 他们在学校的表现了 我认识一个老实的孩子 由于交友不慎 结交了一些坏朋友 有一次 这帮人去干违法的事情 这个孩子并没有去 但事发后 他还是与那帮人一起 被抓了进去 原因是 他曾经帮助那些人 联络过消息 这就是环境的影响 所产生的最终结果 所以 交什么样的朋友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有人说 你的水平 就是与你最亲近的 五个朋友的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 你的能力 你的眼界 你的心胸 你的创造力 你的未来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于你身边的朋友 三人行 必有我师 人人都有 国人之处 我们总不至于认为 自己的品德和才华 已经好得没朋友了吧 与人交往 善于发现 他人的优点和长处 积极向他人学习 才能充实和完善自己 酒要同了解自己的人去喝 是要向懂得的人去饮 认识的人可以很多 但真正了解 理解达到知心的 却没有几个 生活的繁杂总会负累 便希望能有一个懂得的人 诉说心里的不义 分享生命里的悲喜 人与人相处 偶尔也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 委屈和误解 就需要一个懂得的人 来倾诉心生 知己 一定是最懂你的那个人 因为懂得 所以包容 因为相知 所以疼惜 懂你的人 知道你的伪装和坚持 能看到你笑容背后的不容易 懂是心疼 是惦记 懂你的人 不需要太多 一个就够了 许志摩说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 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 不求有结果 不求同行 不求曾经拥有 甚至不求你爱我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一书说 那种难得的朋友 我成功 他不嫉妒 我萎靡 他不轻视 人生得以知己足以 知己 是无论你风光或落寞 都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知己 是永恒的情 一个人的路途 风风雨雨 多么希望有那么一个人 在你伤心的时候给你安慰 在你失望的时候 微笑着鼓励 哪怕一个相同的眼神 哪怕一句温暖的话语 总有那么一刻 想找个人倾诉 跨到嘴边又止住了 总有那么一时 脑海里浮现了很多人 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敞开心扉的人 生命有些人不是来得太晚 就是来得太早了 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刚刚好 我再怎样 努力也走不到你心里 你再怎么完美 也不是我要等的人 越来越觉得朋友再多 不如知己一人 人生 这趟列车 总有人上车 总有人离开 让人无从把握 慢慢地才感觉到 那个一直在心里陪伴的人 有多重要 总有一个懂你的人 会走进你的生活 出现在你未来的每一天 如果你还没有遇到 就请等待 如若遇见 请珍惜 从前的车马很慢 一生只够爱一人 如今的时光很快 快得跟不上岁月的节奏 行色匆匆的生活 人与人之间都学会了伪装 可再坚强的人 也是需要温暖和关怀的 一句懂得 即便相隔千山万水 也能融化内心的冰霜 一句累了吧 会让心顺渐变得柔软 话不多 贴心最暖 知己相互吸引 互相体谅 你若懂得便在心上 花懂春的明媚 风懂云的飘逸 知己是灵魂的相依 自有一份默契 安静 无所求 心灵的相通 胜过千言万语 玉伯牙和钟子漆 高山流水玉知音 兴风明月称绝唱 人生本来就是知己难求 你成功他不嫉妒 你萎靡他不轻视 这样的朋友 才值得我们退行之父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对真朋友 尽可以策马扬鞭 对酒当歌 对那些并不懂得 自己的人 又何必浪费时间 读懂了以上这四句话 便可以看清 真正的朋友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你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 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明天 感谢观看